第六回 德國狙擊手 在日戰期間狙殺敵人數目的大概是345人 是德軍方面的狙擊手第一人 瓦羅莎被稱之為德國狙神 剛剛講的是德國狙王 現在講到的是德國狙神 而且剛剛講到德國狙王 實際上這個人真的是一個謎 爭議很多 但這個瑪迪亞斯是確實存在的 生於奧地利 是名出色獵人 年前瑪迪亞斯從小就跟父親一起到處亂射 從小就額住目染 吸得了他父親的很會射的技巧 後來二戰爆發 17歲主 起初他受的是破擊炮和大爆的訓練 但很快在訓練期間 折關迅速的留意到 瑪迪亞斯他天賦一柄 射擊功一流 因此之後他被訓練成為具體手 賦予的任務是防禦在山上的火炮部隊 但他更喜歡資深藝人 越過敵線 只取大將手指 有時候他必須在寒冷的雪地裡埋伏 就只為了 等待他的目標現身 然後開出那致命的一槍 一旦開箱之後 就等同行蹤步 他就得迅速撤退 那這樣子大膽的行進使他功勳過人 同時也讓他身陷牢獄之災 人常說夜路有多了終究會碰到鬼 在一次任務當中 瑪迪亞斯被蘇聯的軍隊捕獲 成了階下雄 許多他的同伴被武之後 被嚴刑逼供或殺害 他也不例外 但他頑強的求生一直讓他熬過了這一切 1950年被蘇聯釋放了 他終於回到他的家鄉了 那時戰爭已經結束了 瑪迪亞斯後來成為了一名木匠 2004年這位德國居神 享年79歲 離世了 再來講講二戰時期前蘇聯大名鼎鼎的 瓦西里 才切夫啦 那有看大敵當前的人就知道 這部電影講的就是瓦西里的故事啦 那剛剛所講到的瓦西里 跟剛剛講的那個德國居王中間的對決 就是這部電影大敵當前的主軸 最刺激的橋段就發生在這兩人之間 他在1912年的史達林格特戰役當中 一共擊殺了敵軍 225名 而且他僅用了短短38天的時間 如此高校圈卓越的表現 讓他一戰成名 為當時陷入苦戰的蘇聯軍隊 帶來相當大的鼓 當時呢 其實蘇聯 被打的是灰頭圖臉 他們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有一個 算是英雄 來提振他們的士氣 而恰好 此時瓦西里出現了 那才此在瓦西里 他槍下的 225名名單當中 有不少是周星國重要的軍官 那因為有瓦西里的存在 所以後來的蘇聯 開始重視狙擊手他的培訓 為瓦西里創立了 狙擊學校 由他負責訓練一匹新的狙擊手 那由於他的姓氏 蔡西夫 在二語當中近似野兔的意思 所以由他所訓練出來的狙擊手 來被稱之為 小兔兔 哈哈 好可愛 但這些聽起來很可愛的小兔兔 卻一點 都不可愛 他們的訓練 他們的目標 一切都是為了 取你性命而來 不要不要講那麼恐怖 取敵人性命而來 這被訓練出來的小兔兔 他們一共擊傷了 或是擊傷了 高達3000名以上的 周星國師官兵 怎麼樣 你還覺得這些小兔兔很可愛嗎 可以嗎 再來今天的第三名 叫做 Nikola Elin 同樣他也是二戰時期 前蘇聯頂尖的軍警手 他的戰績是 494名的敵軍 同樣被視為是一名英雄 可惜的是 Nikola 沒能見到二戰勝利 在1943年8月4號 頓巴斯這個地方 被德軍 找到 KO了 後來的人為了紀念他 頓巴斯這個地方 為他立了一個紀念碑 並想將一條街 以他的名字命名 再來今天講到第九位 一萬謝多良可 他也是二戰時期 前蘇聯的頂尖巨組之一 從今往後 我要把狙擊手 這個詞跟蘇聯 劃上等號 好恐怖 蘇聯戰術 頂尖巨擊手 他的戰績是 500顆人頭 不要不要講這麼恐怖 500個 擊殺或擊傷 那不知道擊殺是多少 所以我就直接寫500人以上 這數真的發現在來看 已經是很難去確實的 把他精確的考證出來 他後來被蘇聯嚴懶 來訓練狙擊手 他訓練出多達250位狙擊手 並且在戰時 常常帶他的學生一起出任務 在那沉浸一下 不是一次帶250個狙擊手 出著 整個太多一發現了 一名德國軍隊 走在一個巷尖小路上 突然間 一整片山谷 穿來槍槍 250人加他藝人 通通開槍 251位狙擊手 盯上他的巷尚人頭 好恐怖 不是這種前進 他是一次一位帶出去訓練 不是校外教學 全部帶出去這樣子 在二戰結束之後 他退休了 後來從事煤礦的工作當公投 在1987年的時候掛了 中年67歲 一彎西德他有個過人之處 就是不只他的擊殺數非常高 高達500人以上 同樣的他的受傷次數也非常高 他曾經在戰場上面多次受傷 最重的一次是在愛莎尼亞的戰場上 不過 就算被打了這麼多次 他最後呢 還是撐了下來 撐到戰爭結束 平安的購玩他的晚年 可以說他的命 非常硬 八字重 重到沒有一個敵人可以把他壓下去 反正呢 是到處壓死敵人 500個人 夢想要突然跑去喝孟婆湯 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就喝孟婆湯 那今天要講到最後一位呢 阿忠宇 不是來自蘇聯 他來自本塔 他被蘇聯的部隊稱之為 白色死神 名字叫做西魔海 或者叫做西魔海赫 很多很多不同的稱呼 看你怎麼翻了 反正都是因應翻過來的 他在二戰初期 也就是大概在1939年到1940年之間 他締造了 98天之內 擊殺542名敵軍的紀錄 呃 擊殺或者是擊傷 這個數字到底精確數字有多少 不知道 但他堪爭是 歷史上殺敵數最高的狙擊手 不過當時蘇聯內部 正在進行大整數 導致紅軍內部的秩序混亂 因為很多蘇聯士兵 沒有領到白色的迷彩 所以使得他們在雪地作戰時 格外的顯眼 才使得這個白色死神 能夠締造出這樣的成績 也就是說 敵方穿得太暴露了 不是沒穿衣服 就是太暴露自己的位置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讓他的成績 格外的瘋狂 不過也不能說他是僥倖 人家可是有真材實料 真材實學的 在戰爭之前 他就參加了許多的射擊比賽 而且屢獲夾擊 據說他家中擺滿了各種射擊比賽的獎盃 他還在二戰的一場近距離突擊戰中 重彈昏迷 醒來的時候 戰爭結束了 但他戰爭最後雙方簽署了 莫斯科和平協定 芬蘭 割地求和 戰後呢 形容成為了一名 陀陸獵人 以及獄群專家 在2002年4月1號 余霍裏之家故事 享年 96歲 是今天的名單當中 受命最長的 他是芬蘭的戰爭英雄 有不少人想努力 找到他在戰爭中所使用的槍 據說他在中彈的時候 他部下被遺落在戰場上面 是經 人美被巡獲 那我們史上十大狙擊手就介紹到這邊 在我們金蘭他們的擊殺數的同時 也別忘了時時提醒自己 戰爭的恐怖 以及戰爭的殘酷 每一個數字的背後呢 都是一條條 湖深深的人面 也都代表著 一個家庭的破碎 也許 阿爾德伯特 與查克 他們選擇戰後低調的生活 正是因為他們明白各種的道理 也許是明白自己的 雙手 沾滿了多少的先行 也許呢 他們根本不為自己的戰績感到自豪 也許 他們更痛恨 這樣的數字 只是他們不得不 進行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只因為上級有命令 他的身上有任務 或者是為了國家 或者更重要的使命 他不得不 進行這樣子一次次 冷血的 扣下板機的行為 就像是現在的疫情一樣 當政治人物 將因為疫情而死亡的人數下降 視為是自己的政績的同時 也請記得 這些數字背後 都有一個個 破碎的家庭 沒有人應該因為政府的防疫不利而喪民 不是嗎 講到這邊好像有點太沉重了 好了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請按個讚 別忘記了 讓我喜歡 創意忘記了 要不要訂閱 SBN 要不要加入 一定要的啦 你喜歡可以看嗎 不知道的啦 我們在影片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